今天帶大家來金輪 我們要去金輪的野溪溫泉 那我們就開到這個 金輪的紅橋這裡 從這個橋邊走下來 然後就可以汽車 它在這邊 很不好停啊 看看吧 它經過這個圍欄 然後這邊有人鋪這個石頭 放一個繩子 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下來 我不知道 阿牧次看到是這邊 最近 他們從哪裡開下來的我就不知道 阿這邊 金輪的這個紅橋的溫泉 就只有這 這間的阿 就只有這一個坑 一坑可是 蠻大的 可是不深 一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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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大 啊,流出來的金輪就對了 桌子有這 就能流出來 啊,流出來的金輪就對了 桌子有這 很大 這個 這個 很大 這個 很大 這邊沒有上去那個燙 溫度也比較平均 然後流過來的這三個 也是溫的 這沒那麼熱啦 這三個就是溫溫的而已 對阿 這三個 可是很小阿 這三個就很小 可是很小阿 這三個就很小 嗯阿 走到底阿 走到底 我們剛剛從那邊上來的 從那邊下來的 那從這邊 一樣還是 從這邊就也可以 這邊至少不用爬那個欄杆 這裡不錯 比如說來台東玩 然後 經過金輪 就來這邊 車子停上面走下來 大概不用兩分鐘 就到了 啊,泡一泡 然後再離開 很方便 只是 上面不怎麼好停車 它沒有停車位 所以就是停路邊 可是路又沒有很大條 所以說停的位置沒有很多 金輪溫泉 我們現在這個邊邊 金輪溫泉 走了 滾燙的 看滾 它荒廢掉了 走上來會遇到一個左轉跟右轉 阿伯說 路是一樣的 它就走的話 就是繞一圈 他說等下往前走 會遇到一個 休息區啊 涼亭 涼亭 嗯 要走看看 沒有 走到那邊 就沒看到瀑布 我們又往回走 跟地圖的 阿伯講的也不太一樣 說走一圈 所以我們往回走 走 剛剛那個 什麼植物園區 上去看看好了 有一圈植物園區 那我們 我們又走回來這邊 那我們再往這邊走上去看看 好了 金輪溫泉在上面這邊 啊 廁所 這一個 荒廢的廁所 不知道有沒有荒廢 阿伯騎上來了 所以說真的是繞一圈 只是不是走大馬路繞一圈 就是看到那個 那個 園區 就要走那個 樓梯上來 上來看到廁所之後 走左邊 右邊好像是 植物園區 所以說走左邊 應該是前往 細水區 跟那個 瀑布 有一個岔路 啊 這裡應該是那個 導覽圖上面寫的 細水區 啊 可是這邊已經 塌掉了 塌掉了 啊 就繞過去 就到下面去 像是個細水區 啊 瀑布在上面 上去看看 那這個往前走 應該是瀑布的觀景台 啊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 哦 你看 這裡是台東的金峰瀑布 耶 耶 這邊就是植物園啊 地圖就像這樣 那這邊走的話就 走下去 阿伯應該是騎這裡上來的 所以這樣的確就是繞一圈 我們從金峰溫泉 走到金峰瀑布 大概是20分鐘 那這樣子就沒有了 嘉南溫泉公園 這邊這樣泡腳收30塊 影片到此結束 謝謝你的觀賞 好啊